各位好,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女士巨峰 这是我们的第三期达芬茲教程 那今天这节课 我深入讲解达芬茲的效果 还有关键帧系统 并且给各位推荐一些实用的插件 非常令人兴奋 那其实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教程就会开始慢慢变得复杂 会需要你花时间去复习 然后进行尝试 但是我相信对你是一定会有帮助的 那我们要想的首先是效果的添加 在剪辑面板添加效果 你只需要点击特效库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效果 然后拖到对应的片段上面就可以了 而转场其实也是在同一个面板 只是你需要拖到两端素材之间才能够生效 那添加以后 你还可以在时间线上面拖动这个转场 来改变它整个效果的时间等等 那这个和绝大多数剪辑完键都是一样的 那添加完成以后 你只需要点击转场本身 你就应该可以看到 检查器这边会有一个单独的控制界面 那在这里你可以更改转场时长 它的方向等等 所以说非常直观 而当你点击片段 检查器会变成这个针对片段的控制 那在这个页面 你可以控制这个片段的缩放 它的位置 它的旋转等等 而假如说你想要调整参数 你可以直接输入具体的数字 你也可以直接用鼠标来拖动这个数字 进行一个直观的调整 那一个小的技巧就是 当你正常拖动的时候 数字会跳的比较快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做精细的调整 你可以按住out键 然后再拖入 那这样变化速度就会慢很多 如果说你想要更直观的方法 来调整整个画面 那你可以点击时间线监视器的这个按钮 随后你可以在画面上拖动各个拉杆 来缩放还有旋转画面 假如说你需要裁切画面 你可以通过检查机面板来激活裁切功能 然后再进行调整 那你也可以在时间线监视器的下拉栏 选择拆减 然后就OK了 那当然现在我们所讲的都是一个静态的调整 那当我们想要做一个动态效果的时候 那其实又要涉及到时间的维度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画面在缓慢的放大 或者是一个快速的旋转 那这些效果我们都需要用到关键帧 就相当于是告诉电脑 在这段时间内 这个数值要从多少变成多少 所以说想要添加关键帧的话 你就会看到每一个参数边上 都有一个小的菱形 那点击一下 你就添加了一个关键帧 然后你可以在时间线上面拖动播放头 到另外一个你想要的时间点 然后改变对应的参数 达芬奇就会自动帮你打上第二个关键帧 那这个时候你再回放 你就能够看到你刚才做的这个动画 那不过如果说你想要调整两个关键帧的时间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当你到了时间线上面 你就会看到一样的这么一个菱形的标志 你只需要点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片段上面你打下的关键帧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情况选中这些关键帧 来拖动它的位置 来改变你动画的速度 还有它具体发生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动画不够灵动 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动画是一个线形的移动 就非常枯燥 所以怎么样做到渐变呢 你只需要点击这个按钮 就是我们的曲线控制 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面板 这个其实它和关键帧面板呈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 所以千万不要被吓到 这条线就代表了你参数的变化 那现在你看到的是一条直线 就代表线形的变化 而上面的这三个按钮 你点击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变成了一条曲线 变成了各种曲线的变化 那这些按钮其实代表 它变成了一条曲线的变化 那通常我们会使用这个功能多一些 使用以后你就会看到物体的运动会带有这个加速度 会更加自然一些 而如果说你想要有更多的自定义控制 你可以拖动画面上面的拉杆 来进一步改变 渐入渐出的节奏 那这些小的运动细节 其实对你的片子的品质会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时候好的作品和坏的 差的就是这一点细节 就是一点一点区分出来的 那曲线编辑器 你其实也可以同时显示多个参数 只需要点开这个下拉栏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可以显示的参数 你选中你需要的 就可以在一个画面上显示多个数值的变化 那么现在你已经掌握了素材的效果添加 以及各种控制 我们再深入一点 讲讲P处理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把一个变化 应用到很多片段上面 那你不可能手动去一个个调整 那你就会需要用到P处理 达分机里面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按下Ctrl加C 复制当前的片段 然后选中你想要粘贴的片段 右键打开菜单 选择粘贴属性 或者是按下Alt加V 你就会激活一个特殊的复制界面 那在这里你可以选择 你要复制过去的参数 你只需要打勾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OK 你就一次性把所有的效果 都复制到多个片段上面 就超级 nice 那当然还有一种P处理的情况 就比如说你时间线上面放了 各种不同比例的素材 有的2比1 有的16比9 有的3比4 这样画面的黑边会不停的动 你又不可能去一个一个调整 你又不可能去一次性复制所有的参数 因为每一个东西的放大比例都是不同的 都会有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P处理 适合处理素材的缩放问题 那你只需要点击文件 项目设置 然后选择图像缩放调整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输入缩放这个调整界面 你只需要点开 选择适合你的缩放模式 那假如说你想所有的素材都全屏 没有任何黑边的话 你就可以点击 调整到全帧并裁切超纯部分 这样你点击确定以后 你就相当于一下子把所有的素材 都进行了一个缩放和裁切 就统一了比例 我觉得非常方便 那OK 还有没有更加带劲的技巧 其实也是有的 就是偷懒是无止境的 我们再来看看做动画效果偷懒的方法 那我们会经常需要做素材缩放 尤其是图片 因为领导经常会让你给你一张图 让你把它做成视频 但是因为打关键针非常傻 因为绝大多数时间 我们都是从图片的开头缩放到结尾 就没有必要再去刻意告诉电脑 你要从这里到这里 所以达芬奇有一个很实在的功能 叫做动态缩放 就是当你在检查其激活以后 你就会看到画面就像自动打好关键针一样 开始缩放 就超级方便 那假如说你想调整它的速度的话 你只要把素材减短 它就会自动变快 那假如说你想调整变速的话 你使用下拉栏菜单 你就可以调整它的缓入和缓出 那假如说你想调整缩放位置和大小的话 那你就又要回到时间线件时期 点击下拉栏 选择动态缩放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两个框 来确定开始还有结束的大小 以及它的位置 然后你再进行回放 你就直接完成了画面的缩放 这个就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最后最后 我再来给各位推荐一些额外的插件 因为很多时候达芬奇内置的插件是不够用的 你就会需要用到额外的插件 那这个其实是为什么很多人都离不开 Adobe或者说Final Cut的原因 因为客观来说 达芬奇所拥有的第三方插件 还是比较少 其实是非常少 但是现在也在慢慢多起来 我就给各位推荐一些插件 第一株插件就是红巨星宇宙 Red Giant Universe 这是我用的非常多的一套插件 他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插件公司 这套插件里面集成了很多使用的功能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把一个画面 变成一个老式磁带机的画面 它就有个效果 就是VHS 那你只需要拖上去 你就会立感见影 能够看到效果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预设 然后再自定营修改 然后就OK了 那你还可以给文字添加这种赛博朋克的感觉 也可以添加光运 还有各种转场 反正我说不过来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插件都有 非常实用 那当然价格也非常感人 订阅的话一年是1400块钱左右 那我们是公司 所以买就买了 因为能够赚回来 那学生的话 其实它还是有半价优惠 也就700块钱一年 但假如说你真的没有钱 或者不乐意买 当然你也是有办法来获得它的 但是我不可能教你 这就靠你自己 而我要推荐的第二个插件 叫做Film Convert 这个是一个调色插件 很多人会想 为什么你要在一个调色软件里面 推荐一个调色插件呢 这其实主要是因为 学调色是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你根本就没有精力 来一个个片段进行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Film Convert会有用 因为它有大量针对各种相机的预设 那你选择以后 你就可以针对素材 来进行胶片的模拟 而且效果其实非常不错 那我自己有时候来不及 就会使用针对相机 选择合适的这个配置 然后选择我想要的胶片颜色 就OK了 其实假如你现在 还不是很会调色 你可以先用它来走出你的工作流 然后再慢慢学习具体的调色 所以这节课 我希望各位理解了 效果面板的各种技巧 内容比较多 可能要花些时间来消化 那下一节课 我会来讲一讲 具体的代理的生成 还有代理的连接等等 来帮助各位更好的 做好粗简的准备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教程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务必三连关注我们 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看看 我们有许多有意思的产品 还有周边在售 最后的话 就是下面是我们的 达芬奇交流群的群号 在这里大家可以交流知识 我们也会不定期上传一些 高质量的素材 供大家玩耍 所以欢迎加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